民營黨團院市長參選人林志堅 被檢舉論文抄襲 而教育部長潘文中是在今天 首度表示意見 指出臺大和中華大學 已經有組成審定委員會 一切依相關的法規來辦理 再回報教育部 而至於臺大的社科院長蘇宏達 是不是需要迴避 也都會依照法規來辦理 並非是由外界來評定或是指定 法律和原則也不會因為人 而有不同的考量